台北市无星街的一家诚实商店 标榜里头没有店员 客人自己拿商品、自己付钱 不过因为窃盗跟不诚实的案件频传 最近就看到店家贴出了停业公告 而台中的诚实商店也有多次都传出了窃案 营业十三年来几乎每个月都亏损 台北市无星街的诚实商店拉下铁门 铁门上还贴着停业公告 老板表示因为窃盗与不诚实诈骗案件频传 因此暂停营业要先沉淀一阵子 邻居表示确实发生偷钱事件 诚实商店才经营两个月就关闭 挑了一包百米在自己将钱投进诚实窿里 台中丰树里的诚实商店也多次遇到偷窃事件 曾有一部十多万元饭店等级的咖啡机被偷 但报警后也没有找回来 还有偷商品又偷钱的 但店里坚持不装监视器 因为装了监视器 等于就是把诚实两个字拿掉 因为我们的诚实商店是以教育为目的的 然后是一个社区的一个教室 那我们社区一直在推的一个口号 就是社区要谁校化 那谁校社区化 那等于是我们这个诚实商店 是在帮我们附近的那个学校 协助就是教导小孩 如何要诚实 拿了东西就要放钱 江志工表示目前诚实商店平均每个月亏损五六千元 但是为了诚实教育和环境教育 这样的亏损是值得的 十三年来 从一开始不被看好到逐渐被接受 现在邻居甚至会主动帮忙注意店里状况 诚实商店会一直营业下去 记者台北台中综合报道